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 歡迎收看斯普拉寶劍室 非常感謝各位肉粉熱心支持與投稿 今天要來見解的這一位朋友呢 目前的段位呢是在S加5 那使用的武器是NZAP 那他現在目前遇到的狀況呢 是他覺得呢 這個... 在ZAP到底應該要怎麼打開這個局面呢 到底要怎麼樣做才可以打開呢 他自己在今天要復盤的這一個場次呢 他覺得他自己這個最後呢 是因為打開失敗 那通常呢 他都會把這個SP集好再往前 那他覺得因為時間上呢 會來不及 然後又要停下區域 那到底要先集SP 還是要先去停下區域呢 那這樣下去 馬上又出現 在區域的時候又很容易送頭 那不知道到底應該要怎麼樣在ZAP 打好他的這個局面 到底是屬於這個... 因為ZAP本身是偏輔助的 那SP也是偏輔助的 所以在跟這個配合的打法之下呢 他不知道要怎麼樣去做一個配合會比較好 那畢竟在野團呢 也沒有辦法跟隊友溝通 你也不知道該怎麼樣進行 好 那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來開始看一下 今天這一場的場次幫 好的 今天呢 要來復健的這個場次呢 是這個真格區域的這個... 做頭購物中心 好 我們開局呢 一開始呢 那我們還是先看一下這個武器的編程 好的 可以看到呢 我們這邊呢 這個今天要劍檢這位朋友使用的是NZAP 然後他這邊呢 還有這個宅玉標記槍 跟這一個工作刮水刀 還有這個蠻一炮的波筒 那對面是點52 跟這個可辨式滾筒 還有這個爆炸波筒 跟這個專業模型槍 RG 那可以看到呢 以武器的編程上來講喔 基本上呢 他這個使用NZAP呢 比較好在正常的射程之下呢 比較好對槍的距離呢 應該就是可以正確的擊殺這個RG沒有問題 那其他三把呢 相對來講的是比較難以抗衡的 點52應該還可以 可是因為點52的傷害比較大 那ZAP呢 本身的傷害是比較低的 所以呢 會比較建議不要做這個正面的對槍會比較好 就是埋伏 準備好時機呢 以這個連射在這個側邊進攻呢 跟隊友配合的擊殺是比較好的 那再加上呢 因為ZAP呢 本身的土地效應其實不錯 但就是因為傷害比較低 再加上呢 雖然說這個SP是飲料 可以對隊友的輔助是不錯 可是呢 整體來說呢 不算是這個強攻型的武器 所以我覺得呢 他的力回跟他的鎖敵 還有他的常觀時機點 再包含地圖的走位就會很重要喔 因為呢 以像這個二代的這張圖 做投鉤中心來說的話呢 我覺得呢 ZAP要發揮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他的這個地圖呢 基本上呢 以搶地來說呢 有一個中間的區域 那我們家各自這邊都有兩道喔 自己自己這家有兩道 然後旁邊還有兩條小巷子喔 那變成說其實進攻的路線有非常多喔 其實是可以包含是從這個中間一條路 側邊一條路 右邊一條路 有三條路可以做選擇喔 那基本上呢 二代的地圖呢 會比較有多這種 就是你可以進行繞背啊 或是選擇不一樣的路線 來做進攻跟防守 所以說在ZAP在這個圖地的 呃 區域這個模式上來講呢 大家基本上當然是 一定都會先圖地 可是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說 呃 在開局你看到有爆炸波筒 然後還有這個可變式滾筒喔 基本上呢 敵人的射程夠長的情況下啊 在這個中間的區域啊 那爆炸波筒可以在高台處往內波 然後這個滾筒也可以在高台處繼續波 然後刷個導彈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最關鍵的 我們手短到底應該要怎麼樣 我們就要看準隊友 能不能在三個人都在的情況下呢 把地板稍微hold在一個 呃 中間 譬如說中間直的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去進行 譬如說我們可以從側邊的小路過去 這邊過去 或者是在掩體附近 或是在這個上面 像這邊這個小高 呃 這個 上高台之前這裡 就是稍微先埋伏一下 我覺得ZAP看準時機是非常重要的喔 好 那我們先趕快來先看一下 其實這邊有沒有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好 一開始呢 先稍微塗塗地 先上左高 先看一下敵人 好 左下 這邊有一個敵人 好 地板開始塗起來 塗起來 塗起來 好 這邊先站回來了 好 現在5.1升道開出來 好 先殺掉一個非常好 然後啊 nice 呃 這個有點可惜 這個死在5.1升道有點可惜 這個有點可惜 剛剛那邊要是有站下來的話 這個地應該是還可以hold住的喔 這邊有點可惜 好 重新復活之後 先把地板塗一塗 這個做法是好的 好 現在地板不夠漂亮了 要小心的戰器開出 啊 這個也是有一點可惜 這個死 這個死就是有點虧了 這個應該要看好它的 這個在剛剛在退的這個情況下的時候 可能就要先稍微看一下 它這顆戰器 它這顆戰器到底要丟到哪裡去 對 因為這個時候其實 如果假設 我們假設以現在 假設如果現在目前在這一個位置上 你有發現戰器在這裡的話 你還可以趕快的 用魷魚滾行往後滾 這個可能還躲得掉 但是如果是要再退回來的話 就是一定是躲不掉了 這一個 這個死有點虧 這個死有點虧 這個要注意一下 好 現在雙方倒2 那這個 0.52已經有這個 好 5.1升到開出來 好 80對 79喔 可以 好 現在目前這個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其實下去的時候 可能就要先留意一下喔 就是說 你要有意識的 在這個S段位的時候 你要往上爬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 我覺得對地圖的熟悉度都要有意識的留意一下 就是這裡會不會有人 下面這一條有沒有人 就是三條路線要留意一下會不會有人 就當今天 像現在這個中立狀態的時候 如果譬如說 如果以我來講的話 我可能會第一時間 我會先看能不能稍微先塗一下 比如說我丟一個黏蛋 在這個掩體的後面 等等等等 這個 這個 用這個粉紅色 我可能會丟一個黏蛋 在掩體的後面 然後可能用ZAP去補一下這個 你看能不能搶回來 如果可以搶回來的話呢 我可能就會去繞到左邊 上這個高台 或是在左邊 看一下有沒有敵人 再決定一下我要怎麼進攻 因為其實基本上我們還是要抓人 那 以現在目前這個狀態來講 雖然說我們有浴缸喔 但是其實 如果工作刮水刀 他不是一種強弓型 你在打這個進攻的時候 你會發現會有一個回合制的這個東西 就是比如說打完一輪 像剛剛倒光了 現在重新來了 新的一輪 如果你發現你的隊友 比如說工作刮水刀 他不是這種強弓型的 你也沒有辦法確定他的 有積極進攻 或是你想要輔助他 或者甚至是這個 甲玉鏢技槍的話呢 你自己就要留意一下 現在這個狀況 誰是最麻煩 通常來講 他會很麻煩 就是爆炸波動會很麻煩 如果假設他就只有在高處 這種地方一直潑一直潑 那就會非常麻煩 再加上我們的SP喔 雖然不是這種強弓型的 但是 可能我們在開出來的時候 就是 變成說ZAP的輔助 是要輔助在於 比如說你是要貼 你可能要跟著隊友一起走 甚至是可能譬如說 假設 譬 譬如說浴缸在這裡 那我們可能就會在附近 埋伏等待要來抓我們隊友的人 好 我們先繼續看下去 好 丟了一個黏彈 土地板 好 NICE 這個進攻不錯 剛剛這個 這一個 這一個 雖然急殺到了喔 但是這一個 剛剛這一個立回喔 我會建議喔 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 剛剛這個立回齁 我會建議 呃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邊圖 好 先進來第一個殺到 第二個兩下 這個打到兩下之後 我會建議 因為你看現在整個戰地其實很漂亮 這個兩下 因為他很有可能會逃過去 剛剛點的那一下可能會沒點的 我會建議 打完兩下以後 你已經發現他已經離開你的攻擊範圍 直接追上去 直接追上去打 因為基本上你現在是 你的這個殘血 你這個受傷範圍非常的低喔 他一下是沒有辦法移去 而且他是爆炸波通 他一定要精準達到你兩下 基本上你游過去 應該是可以很順利擊殺 就是 呃 不用 這個 剛剛這個就有點 些微的小走射 因為很有可能會殺到他 對 剛剛這個有點微的小 喔 nice 這個漂亮 好小心 NICE 喔這個很讚 這個很讚 這個現在這個就很讚 好這個 不錯不錯 是應該要錄一下贏 這個時候 現在這個時候到底要幹嘛 我跟大家說這個是區域模式非常關鍵 現在剛剛整個wipe out wipe out wipe out 殺光之後現在要幹嘛 要把戰線往前推 就是 現在可以看到其實戰地面積我們從這個 上市圖來看好了 他其實有一點點 呃 比如中間區域在這裡好了 然後這裡是高台 啊這裡是我們的高台 然後這個是他們那個這樣子嗎 然後 欸對 這個時候區域如果站下來的時候 整個戰線呢 其實要稍微就是基本上要往前 要拉到這個這個位置了 就是這一邊塗滿了 就比如說這個高台可能要佔人了 然後這一邊的地也要有人塗下來要往前了 你要把他們卡在這個地方 因為區域模式最重要的呢 搶完這個地之後 你是要快速的去累積你的技術減少 就是增加 這就是你要 重點就是這一個東西的減少才是重點 就跟蛤蜊模式一樣 開了球門之後 連續投球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說當你在倒數的時候 不是停在你的這個場中間的這個位置 而是你要稍微把戰線往前推了 戰線要怎麼往前推 你把地開始往前塗 開始往前塗 因為再加上本身塗地效應呢 你塗的地越多 你越往前塗的越多的時候 對方出來要塗的地 他也要花時間塗地 他也要跟你利回 你就可以增加更多時間 區域模式最重要的其實 為什麼很常看到區域模式都會壓加 他其實就是在消耗你的時間 他就是要壓住你 拖你的時間 盡快的減少他自己這一方的技術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區域模式 好這邊塗起來 好左邊其實也可以塗 對沒錯 塗塗塗 好左前左前這邊有倒 右下這邊要下來 好剛剛這個是 欸不追不追是好的 好現在倒2 好對方 這個隊友剛沒有Hold住 直接倒3 這個時候就有點微 趕快退趕快退趕快退 好這個退也是可以 好左上 左高左高右倒 右邊這邊要進行繞背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但是要看好 但是這個動作 左邊這邊沒有抓到 這個有點危險 好OKOK nice 好這個 啊這個啊 剛剛這個 有一點可惜 就是 剛剛這個時機點 有一點可惜 就是 雖然倒了 但是其實這個位置 剛剛那個雖然倒了 好我們倒回去看一下 好剛剛這邊擊殺完以後 開出的這個其實有點可惜 因為這個時機點開SP其實不太好 因為基本上隊友離你很遠 然後再加上整個戰地其實是髒的 所以在 但是你得勢的是 你剛剛有得到一個好處的是 你剛剛已經擊殺了這個 爆炸波桶 那其實你已經繞背成功了 這個敵人沒有發現你 這個敵人也沒有發現你 基本上 剛剛這個點我要是應該是勝券在我 就是殺定了 這個是一定可以拿下來的 可是因為拿了 因為開了SP 所以沒有辦法馬上丟出去 所以就會造成就是 缺乏了這一兩秒的時間去應對 要不然以這個角度喔 跟這個擊殺 基本上一定可以 這個人一定是可以拿下來 所以這個有點可惜 這個有點可惜 因為這個時候 剛剛這邊殺掉以後 然後先把地站回來 暫停了這個地以後啊 這一隻一定會很緊張 那再加上隊友還在的情況下 這一隻順勢應該也是可以拿下來了 這個就有點可惜 這個就有點可惜 這個關鍵的點有點可惜 剛剛因為剛剛有繞背成功 好 還有三分鐘時間很長 好 NICE搶回來 目前還沒有被力抖到前線 丟一個黏彈 對沒錯補一下地板 OK NICE 左邊有兩隻 好現在敵人還有一隻要出來要下來了 啊這個這個 啊這個可惜 這個可惜 這有點這個炮槍了可惜 這個可惜了 好 現在持續還在持續倒數 還不錯還在持續倒數 還可以喔 C7 好現在被搶回來 這 這一組比較容易 就是一個戰技 就直接搶回來要小心 好剛剛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剛剛這個也是 一樣跟這個 最前面剛剛那個 爆炸波桶的擊殺有關係 你打兩下他已經離開了 這個時候其實追上去會比較好 是可以追 如果有裝有數的話 因為基本上以他的這個來講的話 其實是好追的 剛剛這個多了這幾幾秒的這個 好那這個其實就這個時候就要退 沒錯這個時候就要退了 果斷果斷果斷的退是很重要的喔 不能貪不能貪 好這個這個有一點走色有一點走色 可惜可惜這個這個也是有點可惜 這個對槍的部分 還是要稍微再練習一下 立回就是抓準時間 然後拉到良好的對戰場地的時候 來進行會比較好 爆炸波桶 好要退要退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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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退要退要退喔 這有點危險 喔這個還有一個Zep在打這個場地的時候 會比較長就是你的墨水會打在 剛剛你的墨水會打在這 所以比如說你今天瞄準的時候 你要塗這裡的地的時候 你的那個視野是這樣塗塗塗 然後你的視野就要往上這樣塗 他他才會落在後面這塊 因為剛剛如果這樣塗 有往上面去塗到後面那塊的話 這邊應該就是可以搶回來 因為大概八成左右 八成左右地就會搶回來了 好OKnice搶回來 好左高有一隻戰器開出來 啊這個位置 啊nicenice可以可以可以 要小心要小心 好丟 可以好喝到 但是現在隊友不在場上 啊nice漂亮可以 後面右邊右邊 啊這個 可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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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抓到 但是馬上回來 這個時候飲料的作用就在這了 就是剛剛的那個死就 就沒關係了 因為你馬上就回來了 多少地 左下左下要留意 小心小心小心 這個對槍 啊 被抓到了 喔 這個就是 因為剛剛在 游移的過程之中 逃跑游移的過程之中 雖然說這邊都是墨 可是你選定了一個地方 如果你今天是有引游的話 你記得還是要稍微再 跑一下 因為在追的人他其實是猛追的 就是這一條彈道上 是 是會被 就是他 他就算亂射 他還是有可能會射到你 所以如果要躲的話 可能要躲一個更好的地方 或者是說 你今天在逃跑的時候 其實你心裡要有一個準備是 你是要來跟他對槍的 你只是把他騙來追你 他可能追你追到一半的時候 你就直接已經在這裡是瞄準他的 那個視角在攻擊了 就是有點反殺 有點類似反殺的概念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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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飛到前線 這個時候戰線可以推喔 這個時候我剛說的這個戰線的部分呢 就是包含比如說這裡的地都是要搶下來 然後 現在目前佔地其實很漂亮啦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其實這一邊的地 這一邊的地其實可以塗 如果隊友像現在這樣佔的話 比如說我可能就會去塗這裡的地 跟塗這裡的地 塗完之後呢 我可能會待在哪 因為我的手比較短 所以我可能不會選擇待在這個地方 我通常會在這個地方 我通常會在這裡 我會在這一區等 等人下來 尤其是像 呃其實大家打這個場地打多 你會發現其實像那種爆裂系啊 滾筒系啊 其實水槍也都很喜歡在這個位置 所以呢其實有幾個地方是 呃你待在那裡很容易被抓 但是有幾個地方 又沒那麼容易被抓 比如說像這幾個地方 這兩個地方可能就比較不容易被抓喔 呃比如說 呃很常見的這裡 大家都會覺得這裡會躲人 這裡會躲人 可是你在 會 大家會覺得會躲人的地方 你在稍微移動一下一些位置 移動一下一些位置 可能 可能就會比較不容易他發 發槍的時候就不會被發現 那像現在這種時候啊 你的戰線推完以後 那你要等什麼 你就是等他出來 然後殺了他 等他出來心急 因為在倒數 他很緊張 他想要趕快 所以就可能會有人不塗地 就會直接下來 你在這裡這一區 就可以做到很好的關鍵擊殺 那如果你對自己的對槍 是更有更有自信的話呢 你可以到裡面去埋伏 這當然是可以的喔 就是你覺得 今天比如說你可能是復活加速 或者是比如說你的武器的優勢 跟你的對槍相對講是非常有自信的 在一個 隊友都還是沒有在前進的情況下 你是可以稍微突進的 是可以嘗試這個樣子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左邊圖好 左邊那邊倒一個 好 對對下面有一個 但是應該還有一隻 應該還有一隻 應該還有一隻 抓抓抓 NICE NICE抓得好 這個很好 被搶回來喔 NICE NICE 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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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不錯這個很好 好這個這個現在這個時候 其實就不用等了 如果沒有確定有人進家 應該是沒有這個時候 應該要在前線 應該要在前線往前 往前做輔助會比較好 35秒剩35秒 好倒2倒2 有點微有點微 這個時候有點危險 哇 啊剛剛剛剛倒2的時候 可能就要退了 這種時候 是關鍵中的關鍵喔 就是因為為什麼 因為剩下30秒 這個時候其實真的已經不能死 因為這個時候大家都很容易慌 自己要能 盡可能的 穩住正腳喔 看一下25秒 23 22 21 20 19 18 17 16喔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時候是最難打的 因為這個時候 以ZAP的武器來講 真的相對來說 確實會比較難打開 所以這個時候抓人 就會變得很重要 你要怎麼跟隊友一起抓人 甚至是 你可能 如果 像這種已經開始倒數了 對我來講 要怎麼打開的情況下 我很有可能會賭一把 我有可能會賭一把 就是從後面直接 直接繞過去 打 因為我的SP不行 我的副武器也不行 現在在這種時候很危險 就是我可能要賭一把 我要嘛不是跟隊友一起配合 去做擊殺 就是我一定要找出一條生路 就是相對來說 更有機會去整體打開 因為你突破你也突不贏別人 有後排在的話 這個風險都變很高 那 老實說 呃現在目前這個狀況 開始看起來好像有點難打開 這個跟前一輪 前一輪的進攻很有關係 糟糕糟糟糟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這個夾殺這個不行 啊這個不行 好 這個這個目前會這樣呢 其實跟最前一輪 很有關係 關鍵會是在前一輪 也就是 打完 剛剛打完那個外砲的那一輪 這一輪 這一輪 這一輪喔 這一輪是關鍵喔 關鍵在這一輪上 看一下 應該是 對 因為這一輪其實創造了一個 非常好的擊殺 而且時間也夠 然後這個時候其實 應該就是要再往前 要等 要抓人了 所以這個後退呢 這個後退呢 在這個時間跟 跟繞到後面去呢 變成說讓前面的戰線 只有三個人 那在剛剛在這個 對戰的過程中 你應該可以感受到 你的隊友在場上 hold住戰場的能力 跟場 場關的能力 其實你應該都可以感覺到 所以這個時候 你看前線就會變成少一個人 這個就很可惜 因為這個時候 如果你是在前面 不管你在場中的左邊 中間或是右邊 你都可以協助隊友 這即便隊友 比如說他沒有擊殺能力 但是他也有可能是一個很好的誘兒 他死掉你也可以收掉人 然後你還活著 然後再繼續 就是hold住這個場面 這一個 所以說 你要像是 比如說剛剛後面那個 要怎麼打開 就會變得非常困難 因為你的武器 不是屬於那種超強擊殺型 或是很好打開的 範圍型的 補地板的 或是甚至你沒有一個很好的 SP的時候 你就要 讓風險 更少的是 在後面會發生這種 這麼大的風險 這樣子會讓你在打的時候 會比較好打 所以你看像這個 剛剛這個出來 假設剛剛我們人 你看這邊 目前我們看得出來 這一塊的戰地 都是我們的 所以 剛剛 爆炸波桶從這裡下來 如果假設我們人 是在這裡等爆炸波桶下來的話 是直接殺掉爆炸波桶 爆炸波桶只要一倒 他的隊友 就會開始去找誰還在這裡 這個東西 就不會那麼快的 被整個抓回來了 就會很有可能 那剛剛也可以看到就是 爆炸波桶在這裡 然後這邊有一隻 然後左下這裡也有一隻 所以如果剛剛這一輪 剛剛壓成功的話 我們是有在這個高台附近 在看的話呢 其實右邊我們就會顧到 可能會不會有人在那 可能可以抓到 左邊等於說 你站在一個微高處 人從那裡出來 在你的大優勢的情況下 你是很 相對來講是比較好防守的 那變成說後面這裡 再回來的時候 就會變成是相對來講 就會比較弱勢 當剛好隊友 沒有在注意有人下來 或是幹嘛的時候 他只要不小心一倒 可能就會回不來 對 這個關鍵 剛剛後面這個爆炸波桶 有關鍵 對啊 他關鍵下來剛好一補 整個補回來 補回來之後 然後剛好隊友 雞二連三倒掉 就整個超難打出去 對對對沒錯 所以這個 整個就會變成導致 這一場剛剛那個 所以我覺得 這一場其實蠻可惜的 因為剛剛其實 倒數第二輪的時候 其實機會蠻好的 真的有點可惜 真的有點可惜 我來看一下這一邊 可以看我看一下 呃 隊友的表現還OK 就是沒有到真的有大送頭 這兩局來講的話 我覺得兩邊是差不多 但是關鍵確實會在於 呃 就是 模型槍的戰器 通常會一舉就抓回來 地板嘛 然後點五二呢很有可能造成一些 就是可能 亂術的擊殺 然後但是關鍵在於 就是爆炸坡桶 會是比較麻煩的 爆炸坡桶的出現會很麻煩 大面積的補地喔 所以 像剛剛我說後面那一個啊 後面他下來的那個 真的是關鍵 他的那個第二輪 倒數第二輪之前下來的 那一個點 時間點真的是關鍵 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一個時間點 在這 在這 爆炸坡桶在這 爆炸坡桶在這 這一個 他下來這個時間點真的關鍵 這個時候如果我們 確實有在這個地方做 呃 埋伏 選擇這個 選擇這個位置的話呢 應該整個局勢 我相信應該會蠻不一樣 好的 沒錯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就是 如果那個爆炸坡桶的位置啊 如果我們事前呢 有先選擇一個比較好的 的站位點的話呢 我相信呢 這一場的狀況一定會完全不一樣 那這也就是 ZAP在打這個區域 那你要說ZAP不適合打區嗎 我覺得不會 但是反而是說 他在整個場關 跟他選擇的位置 還有戰略 我覺得就會非常重要 那當然 隊友 你會覺得 隊友是野團 你很難配合隊友 但同時你也要去了解一下 你的這個隊友 在這個場次裡面 他的 正常的應對能力怎麼樣 譬如說 他會孤軍奮戰嗎 他如果假設 一直孤軍奮戰的話 你要怎麼樣增加這場的勝率 那你可能 就是要盡可能的去配合他 那 如果比如說他單 單槍匹馬是可以的 那你就會變得更好輔助了 你就比較不會那麼容易過勞 那在這一場的場次裡面呢 我感覺到的是 我覺得在 時機點 就是 隊友可能擊殺能力那些應對的 我覺得都OK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可是比如說在得到優勢的時候 戰線往前推移這件事情 就會變得比較沒有這個意識 那這個時候變得你自己 比較可以去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帶領你的隊友 就幫忙塗塗地 幫忙把這些東西 往前去做一個 戰線往前推演 然後盡量 盡可能的去壓制住 對方出來的機會 我覺得這個其實 會變得是一個蠻重要 蠻關鍵的觀念 這個反而就不是在說 你的對槍能力啊 或是什麼 這個比較像是 對戰的觀念 跟比如說 尤其是 區域模式 因為時間很快 所以相對來講 他的反應也要很快 比如說什麼時間點要做什麼事情 得到優勢 再次就往前移 開始壓 開始壓 有辦法壓加 沒有辦法的話就是拖延 拖延戰術 壓制住敵人 不要讓他們有機會 去把地板塗出來 然後去了解到說 在區域模式 被搶 區域被搶下來的時候 敵人心裡會緊張的那種感覺 就是有一點 疊對疊的那種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說 重生復活之後 你的選擇 那重生復活之後 比如說這一次 目前看到這位朋友 他確實都會也去塗地 然後累積SP 對戰也是 時機點都會抓得好 雖然偶爾有時候 會有一點種色的問題喔 然後還有一些力回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 沒有到很大 我覺得這個多練幾 多練一下其實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呢 我覺得可以再多嘗試一下 在地圖 的 的選擇 的總位 跟比如說 區域模式 當你今天有優勢的時候 你接下來 開始慢慢的把戰線推移 開始去練習一些這些東西 然後去讓這個觀念更完善 我相信 在打區域的這條路上 應該相對來講 會比較穩健 勝率也會增加 好的 那麼 今天的這一場 這個區域模式呢 這個做頭構中 新的這個 見解呢 差不多到這裡 告一段落 非常感謝各位收看 如果大家呢 對於這個復盤也非常有興趣呢 也可以呢 投稿給我們呢 你只要呢 提供你的這個 目前的段位 使用的武器 還有你遇到的狀況 還有這個對戰的編碼呢 即興 到這個 我們說明欄裡面的這個信箱呢 我們就會安排時間呢 來為大家做一個見解 看一下這個問題在哪裡 看能不能幫大家解決呢 在真格的路上的問題 好的 斯普拉寶劍士呢 到這裡告一段落 感謝各位收看 如果大家覺得影片不錯 記得給我們一個讚 作為支持 留言分享你的心得 斯普拉寶劍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 成為肉圓 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 來支持我們唷